到时候做出来 它色肯定是很漂亮 但是呢 它这个水短 诶 翔哥 翔哥 1万5 1万5 上水了 差多哦 他说在我这边招的有个实价 3万多是要卖的 3万多是要卖的 看不到 看不到 你再叫它给个卖价嘛 其实这个料子的危险性很大 你看这一面 这一面呢 它是白加黑 有些人会说这个是叫做花情料 或者是什么选家力 这不是 它就是切切实实的干清 不要挂电话 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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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多了一分 我真的是不要了 他说最低最低3万 不要 你跟他说2万10收 要就干 不要就拉倒 翔哥 2万10收啊 哦 给我2万8都卖就2万 好好 算了算了 都听到了 大家都听到 他给我2万8卖不了 但是我看不到那个价 看不到那个价 这份料子呢 我十几年现在在平州 开蛋口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从洁阳 到平州去开蛋口 大部分我都是卖种水料 有个台湾同胞 他进去里面买 他说你这些白白的有什么用 像玻璃一样 不准买块玻璃 或者买块水晶 全部要买满绿的 然后他就掏了一块牌子给我看 而看就是干青票的 就是像这个位置 像这个肉细一点的这个位置 就做出来的干青 他用镂孔 整个镂孔 然后做那个龙牌 穿来穿去穿来穿去 只要出现这种白的 就直接挖下去 整个都是绿的 但是呢 那种东西呢 在我们国内市场 它的消费人情很少 但是海外 就是东南亚 那是北美啊 这些海外 华侨最喜欢这种 所以我卖来 也就想着 卖给这些海外华侨的 在我们国内很难笑得通 所以这个料者 他要卖高价 我就不信 我一个月之后过来看 如果还放在你这里 他就在这里卖不掉的 你再给他发信息 问问 我告诉你 敢说我这个给价 我是给的很厚道的 你再问问 持收 考虑考虑 不然的话 很难卖出去的 今天我会想 喝杯茶 说到口都干了 石头都弹不下来 你呢 有没有收过 又是失败的一天 恭喜你 恭喜你 又是失败的一天